当一名合格的化妆品配方师 需要什么能力 毕丽 为什么呢 因为我马上就要出发 飞去法国 把我那10斤重的新原料给拎回来 这事呢是这么回事 4月份的时候 我不是去荷兰参加那个化妆品展会了吗 在这个视频里头呢 我介绍了一个新成分 就是去投屑的那个 后来我经过实验室的评测发现 它对于闭口和痘痘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于是我就打算把它用在 我最新研发的化妆品的配方里 多好的事啊对吧 但是它居然断货了 原料厂家呢还挺高兴的 他说多亏我之前的视频 行业里面好多产品经理都看上它了 那样品都被拿光光了 所以我就得亲自飞过去 把它给拎回来 走了 大家好 我是配方式星星 我现在就在法国呢 今天呢拜托大家去陪我取原料的工厂 叫做Givado 也就是奇华盾 说奇华盾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说到香水 这一大堆世界出名的香水里面 你至少能认出来一个 对 它们都是奇华盾的作品 但是这家行业排名前三的公司 它的视野版图远远不止如此 我们马上要去的 就是它位于法国兰斯附近的 生命科学和检验中心 因为它们跟我说啊 我的原料就跟这儿呢 哎呀这大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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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原料呢 在对面内冷 因为是研发中心 所以呢 要先换衣服才能进去 他们居然不是让我在会议时等 而是在实验时等 我们来做一个多么的雷斯 谢谢你 这次我来取的原料呢 叫做Danda erase 是针对马拉色菌引起的 止益性皮炎 头线 闭口 痘痘等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天然原料 因为一直以来呢 化妆品行业都是使用像OCT这种化学合成的成分 去对应马拉色菌感染的问题的 所以一款天然原料 也能达到这么好的数据和效果 我一定得跟他们好好聊聊 既然抓到了大神 就赶紧问几道宋命题 因为我知道咱们这款原料非常棒 所以我在我的新的去豆产品里面使用了它 但是其实我非常好奇的是 咱们是怎么想到 藏红花里面会有这样的成分的 做海选呢 还是说就是我们已经有了某种逻辑 然后把它推理出来的呢 很棒的问题 我们工作在这件事 已经十年了 为了目标 找到一种自然的材料 最好是最高的 其化顿在这件事上花了十余年的时间 筛选了成千上万种原材料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找到了Dandy Erase的原材料当红花 它是一个通过微生态调节 专门把象性的抑制有害菌马拉色菌 同时呢又不伤害其他有异菌的一个成分 朱利亚和我说呢 很宿命感的是 藏红花作为红色黄金 本身也是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它代表着治愈和生命力 所以最终发现用它 来对抗马拉色菌 感觉还挺命运的 那我们是怎么认证了它的功效呢 来 我会给你试试 OK 所以这种状态的范图 影响了几十多的技术 而在Dandy Erase 我们能够封锁两个人 无法接触到其他人的社会 这就让其他状态 而且让人意外的是 在临床测试中 还收获到了百分之百有效的效果 即使凭用后一段时间 也没有出现反弹 那我们在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 一共用了多少个人呢 这就比一百分之百 虽然普通的用户可能没有感觉 但拥有大量成分品种的上游原料商 会在每个原料的研发商 都组织这么多人 投入这么多临床经费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随着交谈的深入 我又觉得没那么意外了 因为齐华顿它有着非常完整的科研管理体系 和非常专业的科研人员 甚至还为下游的产品开发 提供了大量的配方指导 告诉像我这样的配方师 到底怎么用他们家的原料 就是我知道呢 咱们其实有一个系列的 叫做无针注射的玻尿酸 它既然是无针注射 就说明它是可吸收的 那我们是怎么证明它的吸收性的呢 朱莉亚告诉我 他们二十多年来 一直和拉曼光谱领域的专家 进行合作 拉曼光谱呢 是一种类似于指纹图谱的技术 它可以观测到成分 在皮肤中的渗透和吸收的情况 而奇华盾一直是在使用这种尖端的检测技术 来验证成分的吸收 在法国被农田环绕的乡村 这家数一数二的生物公司就隐居在这里 有科学家致力于找到更多让人变美的钥匙 一次临时决定的自取包裹式的旅行 也让我结交到了同样用一生在致力于研究的朋友们 也可以有机会让你们也看到 化妆品不再仅仅是一个化学工业 而是生命科学的一部分 拜拜 谢谢大家 哎呀 大宝贝我可得抱好了 千万不能再被别人抢了去 这打飞滴过来的原料 透露一下我们最近在新研究什么原料和方向呢 今天我们尽量 enterprise时尽量 порв起来 在关于尽量的瘤部关移分的 revisorer 的胃部关系 产生地的部关系 的脉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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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各种产物ラ部关系 而接触的继续 而是真的这个关系的关系 但是我不能说更多了 现在的关系 继续